猫猫一多年前的两句歌词 在此刻郑重眉心 男孩背两个小时的石榴和奶奶下山来买 终于理解了小说里描写的清澈真挚的眼眸 叔叔问他是从哪里背下来的 他心疼奶奶皱着眸说 我奶奶腰疼背不到 我可以藏一个吗 藏了不买可以吗 可以 他被问到爸爸妈妈时男孩承诺了 爸爸妈妈呢 爸爸妈妈呢 爸爸妈妈的那儿套地了 除了衣服不干净 一切都干净的清澈 来 这里刚好300块钱 你拿上 不用不用 奶奶不用不用 你听我讲 奶奶不用找钱 你如果找钱的话 找钱我就不要了 我就不买了 真的 谢谢叔叔 没事没事 你看叔叔把石榴给你买完了 开不开心 开心 他们的眼睛里没有一点杂质 那你们准备去哪里 我们还要回去再背一点 还要回去背 我马上要走出了 就没人帮奶奶背了 叔叔热心的买下所有的石榴 还提出送他们回家 小老 那叔叔送你们回去 我把奶奶也牵上去回去好不好 好 走走送你们回去吧 奶奶编衣服的举动真的破防了 来 来 奶奶 来 头小心 头小心 哎 真不用电 没事没事 我车也张呢 这一刻才真正理解毛不易的这两句歌词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我会买下难得一见的笑脸 小朋友跑过来的瞬间 仿佛看到了普洁 等妈妈的时候 怯生生的望着这个世界 看到妈妈是眼睛充满光亮 中国真的需要多一点这样的教育 爷爷奶奶重金那么辛苦 我想帮他们 我体会到了 莉莉最辛苦 每天五六点 他就自然而然地醒了 然后他会去帮爷爷奶奶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那自然是孩子最好的特堂吧 果然孩子的微笑是最至于的 年年轻 多少故事在心里